乔妹妹 爸爸妈妈打完怪兽回家了 没想到今天的怪兽这么厉害 我和你妈妈连手都打不过他们 还被他们给黑化了 我才不信 我的爸爸妈妈是光之国最厉害的奥特曼 怎么可能被怪兽打败 你们两个黑黑的家伙 连一点光都没有 丑死了 肯定是怪兽变的 看看你们后面的怪兽尾巴都露出来了 我们奥特曼怎么可能会长出怪兽的尾巴 还想骗我 我才没有那么笨 你这个怪兽赛罗赶紧滚出我家 看见你就恶心 还有你这个怪兽格力桥 也给我滚出去 再敢来骗我 我就通知奥特曼叔叔 让光之国的奥特战士 来把你们通通消灭了 赛罗和格力桥很难过 没想到小格力桥根本不相信他们 还把他们当成了怪兽 下这么大的雨 却有家不能回 大家快给他们传送点光之能量 让他们快点变回光明形态吧 赛罗哥哥 我好累啊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我们先找个地方躲雨吧 等我们慢慢收集到足够的能量 恢复光明之后 小格力桥 肯定会让我们回家的 好吧 看来也只能先这样了 赛罗爸爸 格力桥妈妈 你们两个这是怎么了 下雨天怎么还在外面淋雨呢 这样很容易生病的 小赛罗 你别管我们了 我们现在失去了光 还长出了灌兽的尾巴 已经没有人喜欢我们了 是啊 连你妹妹都讨厌我们了 还把我们赶出了家 我们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小赛罗 你赶紧回家好好照顾你妹妹 我和你妈妈要去寻找光之能量 解除黑暗形态 如果有一天我们恢复了光明 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保护地球的 小赛罗你一定要坚强 要照顾好自己和妹妹 爸爸妈妈 你们一定要振作起来啊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找到光之能量 恢复光明的 我现在就把你们光明时期的战斗视频发出来 让大家看看你们的光明形态有多帅 我是贝利亚小淘气 赛罗现在是我小弟 格力桥负责帮我拖地 保护专门吃我放的屁 拖雷鸡呀 傻业不会光知不 dies 希望问他见上em 澳式是王的 Eins先很有气 净如垫入 让他出门捡垃圾 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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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未见过什么奇怪的画面 两个巨大的赛罗奥特曼出现在奥特小镇 空中还飘着一个西塔利 它居然开着无人机在晃亚 这儿不就是双方弹剧的赛罗吗 更奇怪的是 他们居然打起了架 底下还站着一个贝利亚在当裁判 他们到底为了什么打架 难道又是贝利亚做的好事吗 小朋友们 赛罗现在就是我的小弟 他们今天就是来破坏光之国的 你们千万不要再喜欢他了 也不要给他点赞 奥特小镇在这两个巨大赛罗的机械 都快被依偎平地了 贝利亚在底下拍手照 难道奥特小镇就这样被毁灭了 奥特们都去哪儿了 面对这样的事情 你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奥特曼是谁 你又想呼叫哪个奥特曼过来帮忙 想呼叫迪加的扣1 想呼叫特利加的扣2 想呼叫诺亚前辈的就扣666 就在这个时候 机甲赛罗正在攻击他的脚 似乎在抓痒痒 但他忘了没想到 他攻击的居然是前来帮忙的欧布奥特曼 气得欧不知跺脚 面对这样的场面 你们觉得光之国哪个奥特曼 才是这两个巨大的赛罗的对手吗 单凭我们的欧布奥特曼会平息这场浩劫吗 小朋友们 不好啊 这两个假赛罗太强大了 我好害怕呀 麻烦你们给点红色能量给我吧 只要我有足够的红色能量 我就一定会打扮这两个假赛罗的 求你们帮帮我吧 啊 赛罗受死了 就在我们欧布大厢的那种 巨大的赛罗阴声挡下 那么这场浩劫就到此结束了 不是的 欧布奥特曼旁边还有一个双胞胎赛罗 你不要过来啊 赛罗哥哥 你个臭兔子 你跑哪里去了 这么晚了 怎么不回家呢 我和小赛罗还等着你回家给我们做饭吃呢 我和小赛罗都吃一整天泡面了 我们母子俩都饿了 你想饿死我们吗 快给我出来 看我不好好修理你 真是气死我了 你们不准给他点爱心 泽塔看见你师父那臭小子了吗 是不是跑你这里来了 没有啊 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你们夫妻俩是不是又吵架了 你就不能对我师父好点吗 我去帮你找找吧 被老黑看见我赛罗哥哥了吗 是不是跑你这里来喝奶茶了 赛兔子没来我这里 我的奶茶自己都不会喝呢 哪舍得给他喝 蛤蜊桥 你去别处找找吧 此时的赛罗正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伤心 没想到我今天过生日都没人祝福我 也没有粉丝给我送爱心 就连我心爱的乔妹妹也把我的生日都忘了 我累了一天还得回家给他做饭 他吃饱喝足了就到处逛街买买买 害得我都没钱买奥特勋章了 最近打怪兽都没能量了 再这样下去光之国的警卫队就危险了 狄家生日的时候 光之国的奥特曼都来给他庆祝生日 可是我过生日却是孤零零一个人 算了 我还是给自己唱一首生日歌 祝自己生日快乐吧 祝我自己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对自己说 那初天了 寂寞亮了 生日快乐 泪也入了 我要谢谢你给的 你拿走的一切 这时格力乔终于找到了这里 赛罗哥哥 对不起 我居然连你的生日都忘了 我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妻子 我以后一定要改过自信 争取做个好妻子 我以后再也不乱买买买了 我要开始存钱 让你明年过生日的时候 有许多的奥特曼朋友陪你过生日 说完夫妻俩拥抱在一起 终于消除了心中的隔阂 我们下期再见 老头子 你在哪呀 你跑去哪里了 下班了 怎么也不回家呢 我真好担心你啊 你快出来吧 求求你了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雷欧 你看到我家老头子了吗 他下班没回家 我好担心他 没看到啊 奥夫他为什么不回家呢 不会被怪兽抓走了吧 我现在就去帮你找 戴拿老弟 你看到我家老头子了吗 他不知道去哪了 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他 奥夫没来我这里 不过你放心吧 奥夫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一定往你找回来 此时的奥特之父 正坐在山上的石头上呢 为什么很多小伙伴都不喜欢我 我好伤心啊 我每天努力地工作 辛苦地打官兽 每一次我都拼尽全力 可还是有很多人 觉得我不够好 我真的太难过 我的爱心能量 已经越来越少了 战斗力也下降了 看来大家真的不喜欢我了 都不愿意给我爱心能量了 我是不是应该离开光之苦 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星球 去做一个平反人 终于奥特之母带着雷欧和戴娜找到了这里 老头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呢 你别伤心难过 在我心里 你就是光之国最帅最厉害的奥特曼 也就是光之国的雇佣者 是啊 奥特之父 你就是心中最敬佩的奥特曼 都说父爱如山 你就是我背后最高大的那座靠山了 所以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 谢谢你们的鼓励 我现在感觉全身又充满了力量 我还会继续保护地球的 小伙伴们 我们把爱心能量都送给奥特之父吧 帮助他成为光之国最厉害的奥特战士吧